中文字幕 李宗盛 内婆寺位于宫殿后面的高地上,是也开阔周边地区的。这里通常住有4名士兵,但现在又部署了两名当国王来访时,士兵们会挥舞旗帜或敲打鱼形木月器提醒紧急情况。在内婆寺,前半格间是打开的,左右各有矮墙挡风挡雨。 此外,还安装了地暖系统,含雨称为Daw在后面的一间房间里,以便士兵们可以待着。内婆寺于20世纪初被毁,但于2006年重建。 内婆寺是位于华城行宫最北端的军事设施。内婆寺位于米罗汉用附近阵王在哪里俯瞰华城行宫并享受休闲时光。内婆寺是保护国王最近的军事设施。 华城行宫,国王在巴达山下下榻的地方。他处于监视和警戒的重要地位,尤其是24小时监控警戒。内婆寺的结构允许间歇性休息。 在古代,国王的存在非常重要,在国王访问各省期间,确保安全始终是一个问题。确保安全被认为很重要水源华城和华城行宫。 所以,依靠军事力量的安全被强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bater前赏 box。